如果你是动物,你愿意被吃掉吗?这是一个常被素食主义者引用的话。 而陶红也在一档节目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并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五年没有吃过肉了,因为他本心向善,拒绝食用肉类以免伤害生命。 然而,伪善之举往往难逃深度审视。 一些公开表明是素食主义者的明星被揭穿,私下里大吃大喝,食用肉类。 更有些人被指责利用立场赚取不义之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些明星表面吃瞻念佛,背后却大鱼大肉。 陶红 陶红曾是国内素食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几年前的一部纪录片中大力宣传素食主义。 与其他素食主义者强调素食对身体有益不同,陶红主要强调精神共情。 他认为人类是高等动物,吃肉会使人仍处于食物链中,而他所宣扬的素食主义则是人类灵魂的进化体现,是新人类。 然而,网友对陶红的素食主义并不买账,因为他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店,餐厅里却提供着大量的肉菜。 这让网友对他的背天敏人的言论产生质疑,认为他在私下利用食肉者谋取利益。 更让人对陶红失望的是,他入股的达威尔公司被爆出涉嫌传销。 他与该公司老板张婷关系亲密,为公司宣传产品,从中获取了巨额分红。 然而,这一传销事件曝光后,陶红的声誉遭受严重打击,被指责赚取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此事让陶红跌落神坛,成为人们喊打的对象。 关小彤 在当今高度发展的网络社会中,许多明星都会接受软广告以谋取经济利益。 与硬广告代言不同,软广告并不直接让明星做广告,而是以好物推荐的形式呈现。 然而,关小彤的口碑遭受重创,使于他接拍一则速食饺子的软广告。 此前,关小彤因其减肥餐频频登上热搜,所推荐的减肥、自制美食也备受好评,吸引了减脂食品商家的关注。 不久之后,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关小彤的软广告视频也随之发布。 在视频中,关小彤声称自己属于一胖体质,无论吃什么都会长肉,是那种喝凉水都会胖的类型。 因此为了保持身材,他平时不敢吃肉。 但是,他也认识到不吃肉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的问题。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关小彤终于找到了这款速食产品,并在广告中大家赞美,形容得天花乱坠。 在关小彤发布的速食水饺软广告中,他声称里面使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植物肉,并极力宣传其营养价值和低脂肪含量,表现得十分自信。 然而,网友们却开始怀疑其中的真实性。 在视频中,关小彤拿起煮好的速食水饺,看似一口口咀嚼着,但却没有真正吞下去。 这引发了网友们对于吃播造假的怀疑。 吃播中为了营造大量食物的效果,往往会在吃的过程中将部分食物吐出。 网友们开始怀疑关小彤是否也是采用这样的手法来欺骗粉丝。 更令人气愤的是,网友们扒出了植物肉的真面目,其实只是普通的大豆蛋白,而包装上却标榜是美国进口的高级植物肉,价格贵过真正的肉馅饺子。 这让网友们非常愤怒,认为关小彤利用低劣的手法来敛财,让人感到无耻。 这一事件让关小彤的口碑彻底跌落谷底,受到了网友们的猛烈批评。 对于明星而言,诚信和真实性是维护良好形象的关键,接受广告合作时应该慎重考虑,以确保代言产品的质量和真实性,以免损害自己的信誉和声誉。 黄轩 黄轩一直以来因其优秀的演技而受到认可,然而近几年,有人指责他开始依赖人设来获取利益。 在综艺节目《夏日冲浪电》中,黄轩大力强调了自己从不杀生的大善人形象。 在一次节目中,女明星安琪看到室内有苍蝇,抱怨不已。 而黄轩身旁的韩东军却表示,其实我们买了苍蝇拍。 这时候,网友们都感到好奇,既然有苍蝇拍,为什么不用呢? 结果,韩东军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 他解释说,黄轩不杀生,所以我们一直没用。 这种回应实在有些离谱。 更奇葩的是,韩东军在聊到黄轩坚持不杀生这一准则时,似乎言语不断,不经意间透露了一次,因为黄轩不杀生而导致出海计划直接泡汤的事情。 在黄轩看来,钓鱼也属于杀生。 因此,他直接对其他嘉宾表示,钓鱼他就不去了。 这么一看,黄轩真是有大慈悲心的大善人啊。 只可惜后面的节目频频打脸。 所有人都认为,黄轩既然不杀生,那么肯定也不吃肉。 结果面对烤串,黄轩却出人意料的大块朵鱼,吃得津津有味,显然是非常惊性。 这突如其来的反差,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许多网友感到困惑,不杀生,但吃肉,这是什么样的新型人设。 对此,黄轩并没有做出回应,或许他感觉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之后的日子里,黄轩再也没有提及不杀生的话题。 对于黄轩的行为,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他在综艺节目中玩闹而已,而综艺节目往往有娱乐效果和角色设定。 也有人认为这种反差的表现可能会影响观众对他真实性的认知。 张靖初 在2021年的国际速食日,张靖初发布了速食行者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中,他坚称自己已经有20多年没有吃过牛肉,这一决定是因为他曾亲眼目睹了一部杀牛的纪录片。 在那个场景中,他形容牛仿佛知道自己即将被杀宰,流下悲伤的眼泪,跪地祈求生命。 此后,张靖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类作为高级生物,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制造复合食品,而野外的动物则只能依靠捕猎来获取食物,否则就可能被饿死。 他坚信人类吃的肉是可以被替代的,这样的观点在速食主义这话题上引起了巨大争议,迅速登上热搜榜。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才刚刚开始拥有吃肉的自由,这些所谓道貌岸然的明星现在却宣传速食主义, 是否意在为自己的商业利益做准备。 不少人质疑他们口口声声说肉是可替代品,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明星的确有比一般人更好的资源,包括营养师和健康师的跟随服务,这有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自己需要关注饮食搭配和营养摄入,确保身体的健康。 素食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可选的饮食方式, 可以在家里简单炒炒青菜,炖炖土豆,满足日常需求。 然而,关于张静初在素食主义上的言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不一致,确实引发了一些争议和网友的愤怒。 一些网友认为他在宣传素食主义时的言论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美式图片相矛盾。 此外,他还被扒出收藏珍珠的嗜好,这被认为与他在素食主义上的表态形成了双标。 网友们对于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明星应该管好自己的言行,不要过度宣传一些并不符合自身行为的理念。 很多网友都持有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如果明星真心喜欢素食,网友们也不会对此进行攻击。 问题出在一些明星通过虚假手段来塑造人设,谋取利益,这才引发了网友们的批评和抵制。 网友们对于假公祭司的行为非常敏感,希望明星们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生活和观点,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编织虚假形象。 在娱乐圈中,明星们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专业素养上,而不是寻求捷径或者走歪门邪道。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这里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了。